音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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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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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開始的時候 會用這個透明氧化鐵 Transparent Oxide Red 它畫出來的感覺會是這樣 但是也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現在帶出來的這個東西是鬆結油 鬆結油是揮發性的 我們在室內不能用 大家找一個適當的位置 這邊好了人不多 你們在用你們現在的天然無毒的時候 打底的時候不要沾太多 我寧可你們一點點那個無毒劑 再沾一點這個調和油 因為那個天然無毒劑的話 它乾得很慢很慢 幾乎不太會乾 你沾太多的時候很滑 很滑 很滑 這個東西很適合開Party 不是啦 就是吸多了會嗨 以前都吸強烈焦 我不知道是不是類似的東西 來 廚房紙巾開始來 這個紅很漂亮 非常漂亮 好 這裡有騎巴的地方當然你們就要移來移去 好 掉下來是正常的 這個旁邊是草地還掉下來的時候還OK 我也是在橋上掉 哇 掉下去啊飛走了 好 先沙白打一層這個 這個有點橘色 開始 啊對你們沒有這個顏色的話 蘇維尼有你們兩個可能不見得有 一樣Burn Amber 就好了就是咖啡色的 因為這個很特別適合秋天 大家一眼望過去其實帶很多的紅 紅褐色在裡面 然後接下來我會拿小一點的 我沾這個咖啡色對不對 開始咖啡色 好後面稍微 對我們再統一右邊好 好思考一下我邊開始 開始切 好這個時候我發現我的這個樹的構圖在二分之一 不好看我來過來一點點 OK 這棵樹 讓它多一點點 好這個時候其實就在抓位置 而已 就是構圖 對構圖 你最愛的 先會撞到碰到的 來地平線 下去 這個位置很重要喔 這個位置很重要喔 相對位置先拉出來 好開始換大支一點點的筆 這個時候其實有兩個方法 我可以用Burn Amber這個咖啡色 把所有的暗面先全部畫出來 做出我們這個12345 可是也可以大色塊直接上 好 那我現在 好大色塊直接上 OK 來喔12345喔 12345開始來囉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叫做 從薄到厚 所以像天空最亮的 我習慣從遠畫到近 我沾一些鬆結油 開始沾一些白 好 來一些群青 來一些群青 今天天空有點灰灰的 再加一點咖啡色 好 來 再勾多一點點 我再沾一點點的油 來喔 請看喔 這個時候你剛剛抓的範圍 先不要碰到大概 這個時候你發現 油一下就不用油了 因為你薄薄的 好繼續補 從薄到厚 這個步驟很重要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利用 現在要做的事情 畫出所謂的大明度 你現在看到一點細節都沒有 不需要 因為我們知道細節在這邊 大構圖不要插太多 然後就開始鋪大色塊上去 好檢查一下 這是1對不對 好 旁邊這邊其實也會有一些些 好 天空的位置 我大概標一下 好 因為樹蟲在 會在裡面 會吃到樹蟲 遠方的樹蟲 好 換一支筆 開始畫草地 還是從遠方 遠方開始好了 遠方開始 好 一樣換一支筆 對 後面那個樹蟲 那我開始調比較深一點的顏色 我們的樹蟲會是四 然後它有一點暗綠色 好 來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請大家靠近一點 我這邊有三個不同的藍色 好 你們應該會有類似的東西 應該是 首先第一個我們很常用的群青 我加一點白給大家看 會是這個紫色 對不對 藍紫色 好 洗掉 我第二個常用的 叫做普魯式藍 它本身就也是帶綠的藍的 我碰一點點白給大家看 普魯式藍 好弄完這個第三個藍 第三個中文我不確定 它叫Fellow Blue 它超級綠 超級綠的藍 放上去差不多對不對 碰一點白給大家看 很厭 光是你看它基本的顏色就這麼多了 就這麼不一樣了 好 開始碰一點黃 你看喔 我碰一點黃色過來 超級綠 這個顏色超強的 我有三個不同的 好 我把它洗掉 好 好 你看喔 來 這個 就沒有這麼綠 這個 這個顏色的藍 這個加了白之後 超級厭的 這個還好 第三個 就是這個群青的部分 它 加上黃之後 其實不會這麼乾淨 我的筆棉現在沒有乾淨 那我要跟大家聊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我用這個好了 我用這個調色比較清楚 請看喔 加這個淺黃色 跟加橘色 跟加土黃色 出來的綠效果都是不一樣 加咖啡就會降低彩度 那今天其實除了畫樹之外 很重要的是畫綠 那現在秋天的綠 變化超級多 應該是一年刺激裡面 變化最多的 好 但是請大家 先瞇著眼睛 先瞇著眼睛 不要想要畫細節先 所以很困難的 現在我不是要開始畫遠方的速從 我就要用那些瞇著眼睛思考說 哪一區塊的顏色 我只分亮的顏色 也就是亮面跟暗面 分別是什麼顏色 然後通常畫油畫的時候 我們習慣比大概的那個顏色 再暗一點點 再暗一點點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疊亮嘛 那亮面不是越來越小嗎 細節越來越少 包含那些花 或者小小的一重一重的樹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再把它加出來 所以打底很重要 一樣群青 一樣群青 然後一點點土黃 暗面喔 然後再來一點點咖啡 這個時候不是黑 我開始把暗面先做出來 建議大家先把暗面標出來 這個時候我再標這個速從 因為暗面有可能 等一下你畫完之後 就不要動它了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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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點點的白 一點點的白 好 一點點的白 一點點的白 一點點的黃 那誰蓋誰很重要 對不對 今天等一下我綠 我的亮面會蓋過這個暗面 所以我要畫多一點點 等一下蓋的時候 中間才不會流縫 一開始的時候厚度不要太厚 然後這個地平線也不要太直到很呆 瞇著眼睛看 其實現在咖啡色比較多 沒關係等一下就往裡面丟 好 開始我要加樹蟲的淺色的部分 這時候土黃色多一點 最好把它比分開 像這個是不是有點太 墨綠 不是墨綠 橄欖綠 那這個時候來 我開始丟一點點普普世代 發現馬上綠就來了 馬上綠就來了 這三個分別是綠越來越強 所以我把它排在這個地方 那這時候我再多丟一點土黃色 好 OK 開始來囉 有沒有 它的顏色差別沒有太大 沒有太大 我先大概鋪上去 這個時候其實我可以轉色 因為很多樹的顏色都不一樣 但我沒關係 我先鋪上去 我想讓大家看到概念是怎麼樣 然後這個時候你看 往下蓋一點點 這個時候沒有很均勻 也沒有關係 也沒有關係 這個樹其實我後面的樹蟲先把它蓋過去 也沒有關係 從粗到細 大到小粗到細 這很重要 OK 好 這個時候 我可能可以把這個大樹的顏色順便做出來 剛剛一樣的配方 群青 多一點點 它其實比較深 它有點密封 對 上面比較深 上面樹葉的地方 一樣加點土黃 你會發現我從土黃開始加 而不是從鮮黃色 因為土黃顏色比較淡 我們從比較那個 它有些地方其實會勾在一起 我現在瞇著眼睛再看 先大概鋪上去 好 加一點點這個西式劑OK 你們西式劑不要加太多 看看這構圖 基本上先這樣 好 開始我要畫 前幾個草地 好 記得它是2 就是要比這個 微暗一點點 一樣的配方 但是我現在用普魯士藍 加上土黃色 加上一些鮮黃色好了 開始提升它的彩度 但是沒有這麼綠 綠地 對 綠地 來 畫畫看看 好 來一點點白 白不要太多 白下去的時候它會很薄 好 你們調色盤 盡量還是量中深 我的習慣是量中深 然後上下是變化 好 我這一坨旁邊 其實我會繞圈圈 好 譬如說現在這個 亮一點點了 欸 這個其實算捷徑 我覺得可以 好 大筆下去 然後我覺得可以再亮一些些 可以再亮一些些 好 習慣是放上去 好 這個又不夠黃 再調黃一點點 這放上去 欸 這個接近了 好 先鋪上去 這中間我都可以再加很多的變化 像中間很多的草地已經枯出來了 對不對 可以加一些土黃色 土黃色 土黃色也要再一點點的白 好 不夠 跳得出來 這間顏色白也算白搭嗎 白搭嗎 白搭嗎 是白搭還是白搭 白搭 其實 要看啊 要看啊 你要調得出你要的顏色才有辦法 涼的涼的 喔 舒服的涼風 空間不見 沒有光有風也好啦 對不對 什麼嘛 有風啦 靠感覺好了 對啊 帶個露喉來了 那感覺 哈哈 好啦好啦 不要那個 欸 哪有 早上在倒六有飄毛毛雨 欸 有的肉 好 先鋪一個大概的 Vialin 好啦 先畫草 草後面還會再 再修 修整 但是現在 好 沒關係 來 這個時候顏料要更多了 草皮的部分 對 我要把它變化給它 做做做做出來 好 我們再找地上的這個枯黃的這個顏色 是什麼顏色呢 喔 OK 再亮一點點 分開去填它 顏色才會 融入 對 等一下碰在一起的時候 OK 好 在哪裡呢 老師 像這樣天空是處理好了嗎 還是要再加 還會再加 還會再加 現在才第二層 我會做三到四層 好 原來是包括樹嗎 對啊對啊 全部啦 就是整個 土還是再加一次 對對對 一次 兩次 三次 這樣子 好 我現在要去調 草地中間 原來有一條很亮的綠 讓它跳出來 光線嗎 再擺一點點 這很好玩喔 我跟你說 綠是最挑戰的東西 不夠不夠不夠 再黃一點 有的時候你的筆已經髒掉 沾了很多顏料 你乾脆 調不出來你要的成分 你乾脆把它擦掉 重新再來調 不然的話你就會發現 你要超多顏料 才有辦法調出你要的感覺 好 我要加這個比較綠的綠了 Velo Blue 超級鮮豔 不夠亮喔 地面 要再亮一點 常常我畫到後來就發現 亮度不夠 明度不夠 你知道嗎 就沒有地面亮起來的感覺 加白也要很小心 就是不要過頭 好 先這樣子 我要開始畫樹了 好 今天的重點來囉 好 開始我來整理了 好 一樣從暗面開始 好 我們剛剛已經刷了一些些 暗面的部分 我再調一些些 暗的綠色 開始再整理一下這些地方 好 必要的時候 你可以吐出去一些些 好 把它找到 現在用你瞇著眼睛 其實很複雜 很亂 很亂中有序 亂中有序 好 先從暗面開始 然後那個樹幹 好 開始畫出來了 好 我這邊我習慣 先從最暗的地方開始 我現在從群青跟咖啡 兩個勾在一起 就是基本上是黑 然後下來 然後我在走的時候 一段路動一下 動一下 去模擬那個樹幹 你看 有點轉彎的感覺 這個筆不夠黑 已經髒掉了 這一顆的姿態比較美 還不錯 髒素 我喜歡髒素 這個不是髒素嗎 我現在是 你說那個 康林仔 對對對 我現在可以變這張嗎 我說錯啦 我在拉這個線的時候 是往下 或者往上 都輕輕 兩隻手指頭這樣子 然後再下去的時候 我可能會轉彎 或者控制它的粗細 先說現在這個都不是最終的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有很多顏色要改 這個樹要做很多層才有可能做出來 好 像剛剛的 這邊就很可惜 我沒有補好 沒關係 我還看不懂 蛤 什麼 看不懂 看不到 這個美食屏 森林 看不到 好 好玩的來了 是 開始來了 天空洞開始來一些些 這個時候不要太濃 那底一定會髒掉 但是你看我在下的時候 我就避開 如果這個樹枝樹幹你剛剛是 尾不好太粗了是怎樣 趁這個機會去修它 對 這些樹枝 對 還會再修 才會再畫一次 然後注意天空洞 這裡面的顏色要比這邊暗一些些 因為它是 對 它發光的範圍是比較小的 然後也有可能你在鉤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就已經是 沾到這些髒的顏料了 我先做出大概的感覺 等一下要拿小筆去修 看一下 想灰 很像一個光 這個裡面 我現在比較暗一點 等一下我還可以調亮 如果需要的話 一樣從暗到亮 從暗到亮 看一下 背景我想再處理一下下 因為背景的顏色我覺得可以再 深呢 深也是 但是 對 層次 再多一點點 不要太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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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再多一點點 我 趁 nicht 填不住稍微把它整理一下下 太亂了 好 我现在开始上这棵树的 比较稍微浅色一点点的部分 开始往亮面前进 但是又不能过亮 先比这个亮一点点的地方开始 在画的时候 你要碰到刚刚所有的东西 因为这些是叶子 碰到所有的东西 就是你在加新的东西的时候 同时也在修前面的笔触 像这个笔触呆呆的 我在过去的时候 我可以改变它的笔触 留下好看的笔触 今天的光基本上在上面 所以笔触会有一点横式的 但也不要全部勾光了 因为我还是需要留下它的暗面 这时候开始转色 黄色来一点点 它上面有一些小黄花 但是先不管 有点橘 我加一点橘 有两支笔的话也不错 白支深色的 在旁边等着 去整理这些东西 那笔触真的是很好玩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 就像我说的 后面的笔触去盖前面的笔触 好我觉得可以再亮一点点的东西出来了 好快要完接近完成了 中间天空洞 好我开始加一点点比较亮的颜料 白色多一点进来 吃点了 面前面的篇 里面的植物 里面的植物 然後這個塑形可以開始整理 如果它虛一點的話 你就拿乾淨的筆 或者是抖一下 好 白色原料 整大坨開始整理 你看它筆觸 你們知道燕尾夾要幹嘛的嗎 在旁邊啊 還要旁邊啊 不然你等一下很難拿 這個時候其實 等一下要整理 可是這個時候我跟你說 樹枝 樹枝的部分對不對 我還沒有 它現在很黑 我還可以再加一些淺色的部分對不對 淺咖啡色的部分 看來喔 好 這個淺咖啡色的部分 甚至於再帶一點點的紅 然後啊 就是裡面的小樹枝們 可以開始這邊再整理 你看喔 上去是不是可以再覆蓋 可是就不要蓋得太死 這個顏色很重要 因為會不斷的勾到很多其他顏料 所以我一直在不斷的重新沾顏料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現在第二第三層嘛 然後等一下我還會再做細節的整理 好 譬如說我就開始換更小隻的筆 去點中間這個小洞 或者整理旁邊的筆觸 看有沒有比較呆的地方 像這裡的筆觸 好像不要太銳利 才能夠跳得出來 類似這樣子